咱们前两天说到这个Pro-MB的低频控制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细节的小功能非常好用 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为什么最近开始讲Pro-MB呢 是因为有些朋友也在问 尤其是讲过这个动态均衡和动态压缩 很多人说你这个动态压缩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了 实际上Pro-MB真的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工具 我不能说它比Q3更有用 但是这两个真的就像兄弟俩一样 如果配合使用好的话 你能达到很多很多的目的 很多朋友经常说 你的低谷一响了怎么能够去压高频 你的低谷一响了怎么能够让这个歌整体的某一个频段稍微的 或者是你的差 怎么能去控制其他跟人声不是特别有关系的频段 大家经常想到的就是侧链的压缩 就是一个音轨去触发另外一个音轨上的压缩让他去压 那如果你有一个立体声音轨你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提到了 用内部的侧链的某一个频段 去触发另外一个频段的压缩 其实用起来很简单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咱们就在这块点一个频段 咱们把这个频段覆盖到中低频以上的位置 然后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expert专家模式 你要把它打开 这里面有一个in 这个in是internal就是内部的侧链 也就是它你把这个插件放在这个音轨上 它就听这个音轨的声音 这个音轨的声音本身就是它的内部的侧链 然后这个地方点free 点free以后你发现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实际就是你的侧链监听的那个频段 如果现在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再多插一句 对于不知道的朋友呢 侧链就是你的插件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你的插件听到这个声音 它会去处理这个 根据这个声音的频段去处理 比如我只听到低频 我就每次低频超过我的预值的时候 我才会去压中高频 我听不到 我就不动 所以呢我现在点audition 这个audition是听这个侧链里面的声音 也就是你的插件能听到什么 我们现在听一下 OK我现在只听到低频 是因为我把这个频段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把这个频段往前躲的话 你会听到它针对的这个频段的声音 我们把它放在低频这个地方呢 放在比较明显的base低谷的位置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还没有点开 你会发现 我现在是听到这个区域的频段 去压前面这个 每一次我的低谷或者base一响 这个地方就我再压一下 咱们把它做的稍微明显一点点 你会发现每次低谷一响 这栋按一下 好我现在把audition打开以后 你听到整体的音乐的结果 好我们对比一下 OK听起来好像音量少了 是因为你这个地方不断的在压 你整体的声音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做一些 最简单的补偿 在你的输出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地方 稍微提起来差不多一点点 再听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歌就会跟着 你的低谷的这个节奏 把它的中高频的这个位置 的音量上下这样躲 这样的话会更好地 去带出很多动态 当然这个例子里面 不一定完全适合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用在 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 你就想做那种 嗯哲嗯哲嗯哲 那种感觉的声音的话 或者是你希望 你拿到一个鼓祖的立体声的音贵 你希望每次军鼓 或者低谷响的时候 你把插稍微控制一下 让这个军鼓低谷的声音 更突出一些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把 比如说这样 放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可能是人声的位置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频段 往这边放 那你每次人声唱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两侧的声音 稍微压一下 或者是某一频道的声音压一下 总之呢 通过内部的侧链 指定的频段的声音 去压缩 另外一个频段的声音 这个功能呢 用好了 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有用的 看看你怎么能够 更有创意的 灵活的把它用起来 好吧 谢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众上 拜拜